到底这些东西靠不靠谱 我们可不可以跟着抄作业 这是很多投资者当下的一些疑惑 到底可不可以跟呢 我们在这也问一问一辉老师 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 不做个股推荐 只是干货梳理 给大家提供这些投资的思路 其实我们要知道 北向资金其实分成两大块 一大块叫配置型 它主要是来投资 比如说某些行业 或者说投资某个经济体 我们可以看确定 就2023年 我们整体的一个经济 是属于一个复苏台 经济复苏的一个周期 这是其一 其二来讲的话呢 我们也看到 现在整体的一个市场 对于美国经济的一个预判 基本上超过70%以上的这种概率 是美国经济形成一个衰退 在叠加上 刚才我们探讨的 像人民币整体的一个汇率的一个升值 所带来了整个 我们看到在上一周的时候 进入到200亿这样的一个资金量 那么我们其实要了解一下 2022年 就是去年其实 整体的北向资金净流入可不大 910亿 相比于2021年才20% 这个我们要知道 当然我们也明白 整体来讲的话 在去年有一系列的黑天鹅的事件 和灰犀牛的事件 导致北向资金形成一个流出 或者是净流入比较少的一个原因 那么好 我们从另外一个大的一个格局上思考 那为什么它买入到这些 不管是成长型的也好 包括像这些价值型也好 或者是消费类的也好 主要的是什么 就是看好我们的经济体 那么看好我们的经济体 这些资金其实是什么 配置型的 而不是交易型 交易型主要侧重于短线交易品种 这种低买和高卖 我们投资要看数据的时候 要判断它是中长期持有 还是短期持有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中长期持有 看整体我们的2023年经济数据的一个上行 这是其一 其二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要知道整个北向资金 它的流入不是说今天流入 明天就不流出了 这个有这种可能性 也会形成一种的流出 我们要判断的是整个我们2023年的经济 是什么时候可能会形成一个高峰 或者低谷 我个人认为今年整体的走势是什么 是一个前低后高的一个走势 所以说目前 今年的走势 今年的整体经济的走势 一个前高后低 其实去年是一个V字形 就先跌后涨的一个走势 所以说目前 对于我们要看北向资金 就是它选择的这些标的 侧重于龙头 而整体经济复苏往往都是什么 龙头企业它有护身河 龙头企业本身它有这种 我们所说的这种估值的这种优势 所以说在这个阶段 我们就先看 就是做一个备份 就相当于 然后就等到市场 或者是经济相对的这些数据 比较明显的一个回升之后 我们再做 因为之前的一个上涨是什么 是由情绪的这种催化 或者是情绪修复所带来的 下一阶段就是进入到一月份 主要是什么 价值修复或者是估值修复 我们就看这些业绩比较明确的 比如像茅台已经公布了 2022年整体的这种年报的 一种预期超过19% 那好了那他进入到茅台 那现在茅台是不是高位 我们需要也要了解一下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 就是不能说完全的看 这些北向资金流入到什么 因为你要考虑他持有多长时间 他可能持有一年呢 或者持有两年呢 这个时候我们很多投资者 就耐不住进行动 一想北向资金进入我们的进场 但是他持有的时间 和什么时候卖出 可能我们并不知道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 我们一个是看他的标的 一个是看他的时间 就是这样 好看 好看